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须说还是有少数的特例 有些人真的会你对他很好 他就对你 他就会越来越拿窍 可是大部分人你对他很好 他会感受到那个爱 而也用一样的爱来回应你 我们直接来看圣经吧 请看 加拿大书五章一节 保罗在讨论有关于恩典跟律法 很重要的一篇加拿大书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加拿大书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的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了 所以你看基督释放我们 我们已经自由了 你要站立的稳 你不被罪恶挟制 不被奴仆的恶挟制 你也不在律法的恶之下 我们再看下面 我保罗告诉你们 若受割理 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 他来告诉你说 你不用再去遵守就位的律法 你说这边是割理 不只是律法 我也没有受割理 但是其实他要告诉你的 是整个加拿大书 在论述恩典跟律法的问题 再看下一个经文 五章三节 我在指着凡受割理的人 确实的说 他是见着行权律法的债 你知道这句话在说什么吗 保罗说 如果你选择受割理 意思是你选择遵守律法 你选择靠自己的行为 称义不是靠上帝的话 那你就是欠着行权律法而在 比如说你说好 我要遵守律法 我不要说谎 可是呢你也许从来不说谎 但是也许你骄傲 也许你从来不偷人家东西 可是你会偷看人家 比如说网路社情 也许你从来就不会去打别人 可是你在心里愤怒的想要打死人 你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诚意 所以保罗这边说 我在指着凡受割理的人 确实的说他是行着行权律法的债 我们看下一个经文 五章四节 你们正要靠律法称义的是 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你会发现世界别人告诉你 从恩典中坠落就是神给你很多恩典 所以你就放肆 可是圣经上怎么说 我们要唯独圣经嘛 圣经上怎么说 你们正要靠律法称义的是 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你只能选你靠自己的律法 努力的行为去称义 或者是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他的十字架或律法 你只能选一个 如果你选了靠律法称义 你行为不够完美 你就掉下来 如果你选择与耶稣基督在一起 他是永恒不变的 他住在你的里面 他帮助你 你就不会从恩典中坠落了 所以我告诉你 你靠律法你就会从恩典中坠落 你靠耶稣就永恒不变 这就是圣经真正的意思 所以不要被世界的世俗小学说 你好像很多恩典你就会堕落 就会坠落 不是你有很多恩典 最在哪里显多 恩典最在哪里显多 神的恩典就会给你力量 让你可以重新开始越来越棒 更多荣耀上帝的名 当一个人对你好 你会选择 因为他的爱而开始改变 而来回应他的爱 这就是恩典的力量 你可以越来越像耶稣 让我为你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不用再担心 好像神给我很多恩典 我就会什么 好像太幸福到后面会有灾祸 不会这样子 我也不会太幸福到 好像神就会让我好像放纵 或是放肆 或从恩典中坠落 不会 神的恩典永远更多 更多的使你能够得胜 荣耀他的名 不用担心 他用恩典代替恩典 恩上加恩 力上加力 使你更多的力量 你可以以靠他的力量 活出你已经得着美好的救恩 因为你是神所爱的 他必帮助你 有什么能够使神的爱与你隔绝呢 是患难吗 困苦吗 刀剑吗 逼迫吗 赤身肉体吗 都没有 什么东西都不能使神的爱与你隔绝 神永远爱你 而且他的爱 他的恩典要帮助你 得胜有余 荣耀主名 奉一世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